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然而从香蕉的剥开方式 到鸡蛋与牛奶的存放位置 再到上厕所的姿势 有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 竟然在专家的眼里都是错的 你好,我是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 自己正在做错的惊人事情 你知道哪些别人一直做错的生活习惯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想象一下 你那凡人的闹钟已经响了四五次 你很想继续赖床 但你不能这么做 因为你有早八课 或者说你得去上班 所以你不得不从你亲爱的床爬起来 这时没有什么比洗个清爽的热水澡 来开启新的一天更美好的事了吧 然后当你下课或下班回到家 你应该也会跑去洗个热水澡 把自己歪出一整天沾染的污垢洗干净对吧 但实际上长时间泡在热水下 对大家的身体并没有那么好 皮肤是生活着几十一细菌 病毒和真菌的生态系统 这些居民需要平衡 才能维持我们的皮肤健康 如果洗澡过多 虽然会杀死有害细菌 但也会改变有益细菌的自然分布 进而破坏身体的自然平衡 导致皮肤干燥开裂 根据过敏和临床免疫学杂志的研究显示 过于频繁的洗澡 也可能导致如湿疹等严重的皮肤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 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搔痒 你要做的就是减少洗澡的天数 如果你无法接受不洗澡的一天 那么就减少你每天洗澡的次数 如果你连减少次数都做不到 那么这里IU建议你 当中几次简单地用水冲凉就好 这是因为皮肤本身是酸性的 由于细菌更喜欢酸性的皮肤环境 用碱性的沐浴露清洗身体后 皮肤的天然保护屏障就会被溶解掉 所以如果你每次洗澡都用沐浴露 皮肤上的菌群就会失衡 造成干燥甚至搔痒 若只是简单的温水冲洗 不良影响就少得多 香蕉的正确打开方式 通常大家吃香蕉的时候 是从哪里开始剥皮的呢 IU相信很多人都是从带饼的那头开始剥的 但实际上 如果你仔细观察大自然中 那个很爱吃香蕉的物种 没错 就是猴子 你就会发现它们吃香蕉的方式 和大多数人类与众不同 它们是从尾部那里开始剥皮的 只要你用点力 从两边捏一下尾部的顶端 也就是褐色的部分 尾部就会裂开一条缝 然后你就能轻松地剥开香蕉皮了 这样做不仅让剥香蕉变得更简单 而且你剥完的香蕉上 也不会有香蕉皮上的那些细丝 这些细丝通常会粘在香蕉上 这里IU在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 很多人在吃香蕉的时候 都会把果肉上的细丝拿掉 但实际上 它和香蕉果肉一样 有营养且可食用 通常大家在早上醒来后 或者晚上睡觉前 都会去刷牙洗脸 然而 大家的刷牙方式 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IU指的不是刷牙手法 而是刷牙时挤的牙膏量 多年来 牙膏的广告会让你觉得 刷牙时就该在牙刷上 挤上长长一条牙膏 才能把牙刷干净 但实际上这些广告 只是为了让牙膏 看起来更加吸引人 同时 也是为了让你 使用更多的牙膏 才这样做的 事实上 你只要挤出一点 差不多豌豆粒大小的牙膏 你就能将你的牙齿 刷得干干净净 相信对很多人来说 折衣服 绝对是一项讨人厌的家务 因为尽管它 是很简单的家务 但总是要花上很多时间 如果你因为懒惰者 就把衣服揉成一团 直接塞进衣柜里 那么你下次 打开衣柜的那瞬间 你绝对会崩溃 因为你 不只要被成对的衣服压垮 还要面对 满是皱褶的衣服 还要花时间去熨烫 想想都累 然而 把一件衣服 折叠整齐 其实只需要花上 三秒钟的时间 首先 把你的衣服平放 然后分出中间线 右手 捏住中间线的一部分 左手 捏住肩膀的部分 然后 当你的双手 都捏住衣服各脚后 将你左手捏着的部分 翻过去 叠在你右手那边 使肩膀的部分 现在与衣服底部相接 然后用左手 捏紧相接的部分 再然后 将衣服抬起一点 用右手一拉 从这里开始 你只要简单的 把衣服抖平 再放下来 最后再翻过去 就可以了 虽然上面的步骤 解释起来 可能花了一点时间 而且当大家 亲身去实践的时候 也需要一点时间 来掌握这个方法 但只要掌握了方法 折衣服就会变得又简单又省时 鸡蛋与牛奶的最佳存放位置 当我们从超市回来时 购物袋里 通常都会有一盒新鲜的鸡蛋 和几瓶牛奶 嗯 最完美的早餐组合 当你准备将采购的各样东西 放进冰箱里时 你会将鸡蛋 放在哪里呢 哎呦满猜 大家都是放在 冰箱门那里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哎呦 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一般来说 如果要维持鸡蛋的新鲜度 就应该将其放置在 温度稳定在 摄氏20度以下的地方 然而冰箱门 实际上是整个冰箱中 最温暖的地方 而且你每天 对冰箱的开开合合 会让鸡蛋 暴露在一个温度 不稳定的地方 让鸡蛋整体的质量下降 即便那边有完美的 位置与空间 牛奶也不应该 出现在冰箱门上 就像鸡蛋一样 温度的波动 会导致牛奶 更快变质 那么鸡蛋和牛奶 究竟该放在哪里呢 专家建议 将这些容易变质的食物 放在靠近冰箱 靠后的地方 因为这个区域较冷 而且也不容易 有温度上的波动 所以要是你家的鸡蛋和牛奶 都在冰箱门上 就快点将它们移味吧 大家的冰箱门 都存放着什么东西呢 很多人会因为冰箱门 有很多空间 而将各种各样的酱料 调味料都放在那里 一些可以自然保存的 酱料调味料 像是果酱 千岛酱 芝麻酱等等的 都适合放置在冰箱门 因为它们不需要存放在 温度波动不大的地方 但是 番茄酱呢 哎呦相信 还是有人会将番茄酱 放进冰箱存放的 但这样做 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番茄酱 通常是用番茄 糖和醋制成的 而这些成分 刚好可以让番茄酱 保存得很好 也可以安全使用 所以其实大家 可以把宝贵的冰箱空间 捅出来 放一些真正需要 放在冰箱的东西 当然 要是你喜欢吃 冰冰凉凉的番茄酱 那就当爱用美说 当你突然想起 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于是你拿起便利贴 迅速地把它写下来 然而 当你把它写下来 打算贴在显眼的地方 提醒自己的时候 便利贴就开始乱翘 而且没办法 服帖的贴在墙上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便利贴的一个通病 但实际上 只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当你由下往上撕时 便利贴就会沿着 被撕拉的方向弯曲 所以 你也就只会得到 一张翘翘的便利贴了 正确的撕法是 由左至右 或由右至左 从侧边撕下 如此一来 便利贴就能平整地 粘在你想贴的地方了 上厕所的姿势 每个人 每天至少会上一次厕所 对男生而言 他们只要冲去厕所 站在尿盆前 拉开拉链 并解放就好了 但这并不是最好的解放方式 事实上 与站立相比 坐下的姿势 实际上可以让男性 更好地排空 膀胱内的尿液 这是因为 你能用你腹部的肌肉 推动每一次解放 甚至还能减少 你上厕所的时间 虽然坐下的姿势 可以帮助排尿 但大家在做大事的时候 如果只是直直坐着 就会发现自己 得要很用力 才能将粪便排出 而且这样很容易 让你自己患上痔疮 和结肠病等病痛 那么要怎样如测 才能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 顺畅排便呢 答案就是 将身体往前倾 前倾姿势是直肠伸展 会比较容易排泄 保持这个姿势 慢慢呼吸 是顺利排泄的重点 热身运动的必要性 运动对于维持健康的体魄 是很必要且重要的 你可以选择跑步 游泳 或者是去健身房 但无论你打算做什么运动 你都应该做一些热身运动 才开始 阿佑相信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 就被教育说 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 这样就能防止肌肉 在运动时被拉伤 甚至可以帮助我们 有更好的表现 但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虽然热身确实很不错 而且也有助于提高灵活性 但实际上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表明 做热身运动 可以减少受伤 曾经有大规模的研究表明 在军队训练这样的高强度训练中 提前做热身运动 对受伤率 或者肌肉酸痛率 并没有任何显著影响 不过 仅凭一些研究 并不足以将这些发现巩固为事实 所以 在运动前 要不要做点热身运动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微波食品的小窍门 当你忙碌了一整天 懒惰煮饭的时候 想起你昨天还剩下了一点饭菜 于是你将它们从冰箱拿出来 然后放进微波炉 加热几分钟 不过当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在边缘的食物 已经被加热了 但中间的部分 却还是冷冰冰的 这是因为 微波炉产生的热辐射 并不会传播得很远 根据你的食物的密度 这些热能 只能穿透食物特定的部分 大部分人 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都会选择搅拌一下食物 然后再放去加热几分钟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试问 有多少人有时间 做这种事呢? 这里IU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那就是你在微波食物之前 就应该在食物中间 留一个洞 让它形成一个环 如此一来 所有的食物都会在边缘 它们很快就会被加热 中间也不会出现 冷冰冰的状况 如果你的食物 是放在碗里的 那么你只需要在中间 挖一个小洞 如此一来 也能达到均匀加热的效果 通常人们在洗完澡后 或者出门前 都会使用止汗剂 毕竟在炎热的天气下 我们的汗水 就会像水滴那样 一直落下 如果不使用止汗剂 在一些需要抬手的场合 就会有些尴尬 然而 如果你仔细观察 大多数的止汗剂指示 它们都会告诉你 最佳的使用时间 是晚上睡觉前 这是因为 晚上睡觉时 汗血分泌少 因此毛孔水分含量较少 比较能使止汗剂成分 卡在汗管上 一般来说 止汗剂里的活性成分 会持续24小时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你睡醒后 止汗剂的效用就消失了 而且止汗剂 并不是擦了 就会马上见效的 要连续使用 长达一周以上的时间 让氯化氯化合物的浓度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 效果才会渐渐出现 你知道哪些 别人一直做错的生活习惯吗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